以福所书第三章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求的,替你们祈祷。 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四, 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 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又使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 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 笃信不移地来到神面前。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策夺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 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